今天我要讲一个故事,看完后你也许会明白很多 1.故事的主人公是个出租车司机 听说出租车司机是很辛苦的 因为每个出租车司机师傅都这么说 谈起出租车司机,这是帮很多人解决行程的差事 王先生就是当时考驾照才当上了司机 只是为了生活,经常从早忙到晚 有时候过年过节的时候,更要忙很久 有次我出差,正好又坐了他的车 因为之前有留过电话,他又经常跑外地路线 所以就包了他的车 路上闲谈时,他跟我抱怨他自己的老婆 一天到晚,趁着他说个没完 有时候回到家还没喝口水 从进门到屋内,一直都是他在吵 有时候看他吵得烦了,我都没搭理他 他看我没搭理他,就自喜无趣的不说话了,回屋睡觉了 就这样,我们持续了一段时间 我慢慢的发现他对我的态度开始变了 脾气比以前更加暴躁了 以前我回到家,他还搭理我 现在不搭理我还好,一搭理我就是找事 什么鞋子脱了干嘛不放回原地 拿筷子掉地上呢,不知道捡起来 有一次看电视抽烟,抽得满屋子烟气 他开始说我是在谋害他,想让他早点去死 讲什么吸烟有害健康,我就纳闷了 我吸烟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又不是不知道 为了这点鸡毛蒜片的小事跟我吵 至于吗 可是他不听,一讲就跟我来气 这样的日子是越过越美景 我甚至都想到了离婚 不过每次又都把这种想法压了下来 你说说,我在外面跑出租累死累活的还不是为了他 为了这个家吗 谁不想日子过得舒服点 那种一来生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我也想过 可是总要有人去赚钱吧 为什么他就不理解我 再后来不是亲民了吗 我带着他回老家 我把我的事跟我爸说了一下 我说爸,你跟妈结婚这么多年什么事都没有 为什么我结婚就这么倒霉 我感觉我快撑不下去了 再这样我就离婚 我爸听了我的话 知道我在婚言中遇到了坎 如果这个坎过不去 很可能一个家就要解散了 他把我拉到卧室拍了拍我的肩膀 笑着对我说 儿子啊,以后不管你在外面多忙 不要忽略你的媳妇 要多陪她说说话 你不是很忙吗 下班后你也不需要浪费太多时间 就几分钟就可以了 你再忙,几分钟的时间总是可以挤出来的吧 我说,爸,这能有什么用 这什么年代了,还搞过几分钟聊天 爸继续安稳我说 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 如果坚持一个月没什么效果 那等你下次来 不再告诉你这段婚姻是不是要继续 我相信将你的听了我爸的话 回去后我又跟往常一样 每天日复一日的工作 开始的时候我回归我的正轨 直到有一天下班回家 浑身是腰酸被痛的 躺在沙发上 突然想起我爸对我说的话 男人再忙都要抽出几分钟 我心想 反正我躺在沙发上休息也是休息 就聊几分钟吧 说真的,开始我真没什么跟他讲的 毕竟都不弩不热的过了很久 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对着厨房喊了一句 老婆,我回来了 老婆听到我的声音 没什么特殊反应 只是柳头看了我一下 淡淡地回了句 回来了,你坐沙发看电视去吧 我这要半个多小时才能做好 我笑着进了厨房 对正在切菜的老婆说 你去休息吧,今天我来吧 老婆眉好脸色地回了我去 说,你敢拉倒吧 你做饭能吃吗 在这碍事 一边去,把这土豆给我包了 这一天我边包土豆 边跟老婆讲了我今天拉了几博客 赚了多少钱 遇到了什么新奇的事 聊着聊着,还谈到了我们结婚前 我开着出租车去她家求婚 吃饭的时候 老婆做了很多我爱吃的菜 我们边吃边聊 期间她还给我碗里多加了几块瘦肉 她知道我爱吃瘦肉 自己就多吵了些 说我在外面跑出租吃的肯定没家里的好 让我多吃一点 那一刻我端着肉的碗 顺利变得很沉重 但是心里却有前所未有的轻松顺畅 吃完后,我说我来刷吧 她直接说,还是我来吧 你去休息吧 然后,她哼着我曾经说她唱歌最难听的调调去厨房了 也就是从这天起 我下面总是帮老婆做些利索能及的事 给她打下手 她也跟我讲她单位的事 一段时间后 我发现,本来几分钟的聊天 瞬间成了无话不谈 她对我的态度也比之前嗡我多了 我看着她忙碌的背影 突然想起了父亲告诉我的话 我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婚姻其实说简单也简单 说难也难 关键要看你怎么去维护对待这份感情 那就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 都要抽出时间多陪陪自己的老婆 如果你真的很忙 不要太多时间 几分钟就够了 真的 女人其实想要的并不多 也很简单 你的心里有她 她就会懂得体贴关心你 比起之前的冷战 我更享受现在的无话不谈 有些误会讲出来就好了 夫妻本来就没有什么隔夜愁 没有必要把气氛搞得很僵硬 所以请记住 家才是最放心的地方 也是尘爱的地方 忙从来都不是吵架的理由 心在 爱在 牵挂在 幸福才会一直在 对于爱你的人 你才是最重要的